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这边跟大家见面 我虽然在台湾有很多的讲演 可是在大陆今天是第一次 谢谢 今天的题目当然是看见台湾 但是今天的看见台湾 跟各位过去可能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些影片 其实内容是不太一样的 台湾是一个非常小的地方 它整个土地的面积大概就是三万六千平方公里 我昨天从台北坐飞机过来 我算了一下大概里程是八百公里 整个台湾从南到北大概就四百公里而已 所以台湾面积不大 可是台湾的环境却是非常的丰富的 各位从后面这张卫星影像你们可以看得见 台湾大概有百分之六十的面积是被森林 覆盖的就是高山丘陵 但是因为台湾的人口密度是比较高的 在这个岛屿上面住了两千三百多万个人 所以整个环境可以用的土地相对是比较拥挤的 那我不晓得各位在座有没有去过台湾 大家对台湾的印象是什么呢 这是台北101大楼 它曾经是世界最高的一个大楼 或者是大家对一首歌里面的印象 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 这边是阿里山的森林 还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日月潭 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高山湖泊 这是大部分我想是大陆的朋友 对台湾的一些印象 过去二十多年来刚刚影片里面有讲 我全部都是从事空中摄影的工作 空中摄影在台湾来讲 是一个比较很少从事这样工作的一个类型 那我在飞机上工作的时候呢 我得到了成就感 可是各位你们知道 直升机一小时要十几万 然后我在飞机上工作的时候 我才知道说原来时间就是金钱 因为现在你们看到这架直升机 我在空中一个一分钟是2500块台币 所以时间就是金钱这件事情 在我在飞机上工作的时候压力是非常大的 所以当我在飞机上工作的时候呢 我抱着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完全是一个要对我们的家园 对我们自己的环境生长的土地 留下一个记录的一个使命感 因为这样的使命感 让我一直从事这样的工作 然后无怨无悔 所以我在飞机上是争取每一个可以拍摄的机会 要带非常多的设备在飞机上工作 可是大部分的人 对在飞行上工作觉得充满了好奇 充满了想象 可是我跟各位报告 你只要碰到一次乱流 碰到一次飞机状况不稳定的时候 你可能就不敢再上去了 可是我在20年的时间里面 我的飞行时数大概超过2000多个小时 我大概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在飞机上工作 我必须把我的上半身向飞机机体外面延伸 为什么要往外面延伸 因为你的镜头不会拍到飞机的旋翼 不会拍到飞机的滑翔 才能够是一张完美的作品 那我就是靠我腰间的那条安全带 细租我这将近100公斤的体重 其实大家 你们要知道 在飞机上其实是很安全的 除非你自己要往下跳 要不然要掉出去是不太容易的 所以我大部分都是用这样滕云架屋的方式 在飞机上工作 我必须要有一个很稳重的下盘 然后支撑我上半步的稳定 那因此呢 从我20年前第一次上飞机的时候 我就把空中摄影当作我这辈子要做的一件事情 我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强烈使命感的一个人 我希望透过我的观察 透过我的摄影的技术 把台湾美丽的部分呈现出来 大家可能对台湾有点陌生 台湾冬天也是会下雪的 这是在台湾最高的山上 3952公尺的御山主峰 台湾的高山上面有非常多神话故事 就是大坝尖山 台湾也是有火山的 然后有很特殊的越式界的地形 还有蜿蜒曲折的河流 那台湾是一个海岛的一个地区 所以台湾四面环海 海洋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海岸地形也是非常规律的 这是在16世纪 葡萄牙人的水手经过台湾 经过太平洋的时候 看到台湾的样貌 发出一个赞叹叫福尔摩沙 就是在这个地方 花莲的清水断岸 你可以看到这张照片 它从海平面到2400公尺的高山 几乎就是一面大墙一样 矗立在太平洋上面 这是台湾的最南端 叫俄卵比 这个半岛完全都是一个 珊瑚礁形成的一个岛屿 这个你们一看 你们可能很陌生 可是你应该也看出来 它像一只什么 大海龟 对 它叫龟山岛 非常可爱 这个是在台湾海峡 就是台湾跟大陆之间的 台湾海峡上面的群岛 叫澎湖群岛 澎湖群岛真的是一个 像遗落在海上的一串珍珠一样 64座小岛串联了一个美丽的海岸地形 但是在美丽的背后呢 台湾跟世界各地的环境都是一样的 我们在追求经济的发展 在追求生活更好的品质 我们从事工业 从事石化工业 从事各方面的产业的时候 其实不经意地 也伤害到我们自己的环境 譬如说我们海洋的污染 然后大量的污水 然后从河川西带 然后流到海岸线去 然后河川的样貌 然后山上呢 山上因为也是我们人类的欲望 必须开采很多的矿石 然后或者是因为地下人稠 我们可用的土地面积越来越少 我们的居住也是往山上 已经往山坡地上面去发展 结果也造成一些环境的失衡 高山上的农业造成水土保持的破坏 那像非常多的国际观光客 还有大陆的游客到台湾来 最喜欢的就是台湾最甜美的高山茶叶 但是为了要提供这些观光客的这种需求 我们在这样的环境 在土地上面超限利用 种株甜美的高山茶叶 那近年来不仅是台湾 全世界的气候 都有异常的变化 我们在最近这几年经常碰到台风 台风来的时候呢 各位看到 会发生这种土石崩塌的现象 那千百年的陵墓呢 在一夕之间都顺着河水 然后带到了海岸线 我当时看到这张画 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你看到这个一片的沙洲 我心里面想说奇怪 这个我熟悉的高平溪 为什么出海口有这么一大片沙洲 原来都是各位看到 从身上摊坊下来的森林的尸体 然后密布在河川的出海口上面 你就知道我们除了面对 我们在环境上面 除了面对人类的开发破坏之外 事实上我们是完全没有抵抗 没有办法去抵抗天然灾害所带来的摧残 因此呢我在过去的二十年来 我透过很多很多的方式 去讲述台湾土地的故事 我透过演讲的方式 我透过出书的方式 我透过办摄影展览的方式 可是你们知道 在一个一千个人的场合里面演讲的时候 大概七成八成的观众 都是在睡觉的 因为大家对这样环境的议题 不太有兴趣 更何况是一个 我已经快要可以免费搭计程车的人 然后他们不想听这么唠唠叨叨的这些话语 所以当时我就在想说 是不是可以换一种方式 可以来让大家能够看见台湾 那我当时在2008年的时候 我就做了一场白日梦 这个白日梦呢就想说 我想拍一部纪录片 能够来把台湾的环境的议题呢 变成一个演讲的长度 大概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 让大家可以看见 可是当时你们知道 我们在拍平面照片的时候 在飞机上拍照的时候 会拍照的朋友你们都知道 一张一张照片要拍得清楚 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 可是你要把空中摄影的方式 变成影片的时候 它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要有很稳定的画面 在过去台湾没有 在中国这边也没有 在世界上都非常少见 可是我过去帮很多导演 帮很多摄影师 他们担任飞行顾问的时候 我们花了非常多的直升机的钱 拍下来的影片 完全不能用在他们的作品里面 我当时就觉得很狐疑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现象 原来 原来是我们是土法炼钢的方式 可是你们各位看 那个美国好莱坞的每部电影里面 都有飞行的画面 警匪追逐 大楼穿梭 你们看到英国的BBC的节目里面 你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生态影片 猴鸟的迁徙 野生动物的迁徙 从空中拍摄的时候 画面都如此稳定 我就发现到原来是 它是有一个专门的 空中摄影的这个系统 这个系统的设备 当时我就写了信 去原厂去问说 这套系统要多少钱 他们就给了我一个报价 是70万美金 那70万美金 当年2008年的时候 在台湾的换算成台币 将近要3000万元 那我那时候在上班 我是一个公务员 我的薪水大概5万块台币 那如果说 你有一个3000万的现金的话 你会做什么事情的 你应该去买一间房子 买个车子 去环游世界 你不太想说 可能会去为了 买一套摄影设备 要花这么多的钱 所以那时候 我一开始 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很快的 我的梦想就被交袭了 因为那遥不可及 当我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我就很想去完成它 后来知道说 这个设备 它是可以用租赁的方式 比如从美国租这个设备 进到台湾 租一个礼拜 加直升机的费用 大概要花到300万的台币 我当时把我所有的存款 就拿了出来 我想要拍这部纪录片 我自己那时候没有经验 我想说 飞个三十个小时 拍个一千分钟左右的影片 应该剪一个九十分钟的画面 讲故事 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那时候 我就决定要这样干下去了 我把这个钱领出来以后 然后所有的设备到台湾来 飞机也都准备好了以后 第一天下雨 第二天下雨 第三天还下雨 我只剩下不到四天的时间可以拍 当时六神无阻 跑去庙里面求神拜佛的 我跟妈祖请求 说请问 什么时候可以给我比较好的天气 给我一个机会 可以让我完成这个计划 然后后来妈祖告诉我说 几天之后天气会好 可是 他跟我讲的那个天气呢 跟我们气象局 用电脑算出来的天气预报 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结果 但是 我当然是 后来是接受了妈祖的建议 那我在三天的时间 环岛一圈 拍了大概就三十个小时的时间 可是最后这个影片剪出来以后 你们知道我剪了多长的画面吗 剪了不到六分钟的一个影片 因为过去没有经验 而且这短时间里面拍下来的影像呢 它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很有系统的一个故事 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说应该是要 必须要有自由设备 才能够 才能够来拍这部纪录片 那刚刚前面你们看到几个 台湾面临到很大天然灾害的那种画面 就是在2009年的时候 莫拉克台风 大概你们比较熟悉的是巴巴风灾 巴巴风灾来临的时候呢 你们知道在台湾南部地区 在三天的时间下了将近3000毫米的雨量 非常集中 集中在那个山区里面 所以你们才看到山林大规模的崩坏 我在第一个可以飞行的天气 我就租了飞机 然后进去拍摄 我过去二十年拍摄空中摄影的经验里面 我没有掉过眼泪的 因为每一次出去出任务的时候 都充满了亢奋的心情 就像去打仗一样 只是我拿的是相机 我是去摄影 但是那一次我吓坏了 我看到我自己的家园 面临到这么强烈的天然灾害的摧残 几乎到了一种毁天灭地的那种程度 我不禁就潸然泪下 我心里非常非常难受 我真的希望把我看见的影像 能够分享给我自己的果人 所以当时呢 我就决定要放弃我的工作 我原本是一个公务人员 我的工作年是23年 但是我要50岁才能退休 当时算一算我还要三年多我才能够退休 可是你知道在我那个年龄呢 眼睛已经开始老花眼了 体力已经开始逐渐地涮退了 更重要的我是担心等到我50岁的时候 我的意志力可能变成薄弱了以后 我连想要去拍这个纪录片的动力都没有了 那因此我决定在我47岁那年 就放弃了我的退休金 放弃了我的工作机 公职的身份 我就来做这件事情 就来拍《看见台湾》这部纪录片 可是你们知道 一开始的时候真的是万事起头难 我在台湾呢 我的摄影著作超过30本 我自己以为自己有点小小的知名度 我自己以为我出来 我放弃公职以后 我离开了以后 我要去寻找资金来拍摄这部电影 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是事实不然 我离开了公职以后 我们去拜访了台湾很多很多大型的企业 希望他们能够共襄盛举 来帮忙协助拍摄这部片子 曾经就有个企业家告诉我说 你应该自己去赚钱 赚了钱以后 然后才去实践你的梦想 而不是你老是跟人家伸手要钱 我们赚的每一块钱 你都是辛苦赚来的 为什么要用我赚的钱去实践你的梦想 其实这是一件非常挫折的一番谈话 但他讲的也没有错 因为这个社会上太多人去跟人家伸手要钱了 所以当时呢 我知道 这样子一直虚耗下去是没有办法的 这位你们认识吗 是侯孝贤的导演 不仅在台湾 在中国 在世界 他都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导演 他的作品 在世界上有非常举足轻重的地位 当时呢 我跟他一点都不认识 我去拜访他 然后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他 我把我想要拍台湾的那种想法告诉他 可是你知道 在告诉他之前 我跟很多人讲说 我要拍一个空拍 全部都是 你们这边讲航拍 全部都是从鸟看的方式 来拍摄这部基督片的时候 所有人都不相信可以做到 绝对不可能 因为没有男主角 没有女主角 直升机飞来飞去 你怎么去吸引观众 得到很多的那种挫折 可是侯孝贤导演呢 他刚好相反 他觉得这是一个 不管他能不能得到支持 不管他有没有票房 但是为我们自己成长的环境 为我们自己的土地 留下影像的记录 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去做的事情 我跟他在完全不认识的情况之下 我邀请他说 那侯导演 你可不可以担任这部片子的监制 我为什么要他担任监制 我最主要就是希望 他能够当作我的靠山 让更多人相信 我要来有决心 要来做这件事情 他就像侠客般的仪器 然后听了我一番说明之后 就说 他的名字随便让我来去用 我当然不敢随便乱用 我们一定是见到大老板的时候 见到真正有实力出钱的人的时候 我们才讲说 侯小贤导演是我们的监制 当侯小贤导演 担任我们监制之后 我们陆陆续续接收到几个 台湾非常关心环境的企业 的基金会的支持 让我们开始了这项拍摄 那这项拍摄最主要就是 刚刚我在来到会场的过程中 接待我们的朋友 他很好奇地问我说 为什么我们拍出来空中摄影 拍下来的画面 可以如此地稳定 那就是从这张照片 可以跟各位介绍 我们买了一套 专门是属于空中摄影的一个系统 这个摄影机呢 它里面有非常好 稳定的一个功能 不管你飞机怎么样摇晃 怎么震动 它都可以提供 稳定的一个影像品质 过去没有这个设备的时候 我们都是把机舱的门打开 坐在门边 把摄影机加来肩上 包在腿上 涂法练钢的方式 也要晃晃地拍下来 那有了这个设备以后 我们的设备 是装在飞机的基 基比的前端 然后呢 它里面有五个不同方向的陀螺仪 去稳定镜头 高速度的运转 稳定镜头 所以提供非常 像刚刚你们看到一些很平顺稳定的那种画面 但是从我们开始有资金来拍这个片子的时候 我们从2010年开始拍的时候 其实这三年多来困扰我们最大的就是天气 那台湾地方小小的 可是台湾的地形非常复杂 有气候 有的时候像这边的雾霾也会影响到台湾 所以我们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在等待天气 其实拍环境 我讲全世界的环境是没有界限的 那个海上的垃圾 空气的污染等等的 都是互相有关联的 那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 我完全不敢出国 我每天都在台湾等着天气 那天气是我最大的一个那种压力 那因为要飞行摄影 所以呢我们的飞机并不是停在机场里面 我们要把飞机飞出来 停在我们要拍摄的地点附近 找一个合法的安全的可以停放飞机的地方 像这个地方呢 我们停放的地方只有一棵树 这棵树的影子呢 就是我们唯一可以遮阴的地方 早上的时候大家可以坐比较靠近一点 到中午以后大家全部都要挤到树底下 影子越来越小 那像有的时候 然后我们还要停在没有人的地方 像是停在核体的上面 那停在核体上没有遮阴的地方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就在附近的果园 这是香蕉园 就在那边中午休息了吃饭 整个过程 整个拍摄的过程 跟大家对飞行的那种想象 可能会有很大很大的差别 那个真的是一个非常辛苦的拍摄的过程 然后另外常常会碰到下雨 碰到下雨的时候 真的整个心情会荡到谷底 那种背负的那种压力非常大 为什么 因为飞机我们用了飞机以后 不管你有飞没有飞 你都要付那费用的 所以大家整个团队的士气 经常受到天后的影响 我们好不容易花了三年的时间 拍完了以后 然后我们开始要来写脚本 我们根据我们三年的过程中 然后拍到哪些画面 把它组合来写脚本 脚本写完以后要配音 当时要配音的时候呢 我一直找不到合适的配音员 但是我旁边的所有的团队 我们的编剧都认为说 诶 那个导演 这全部都是你自己拍的影片 而且你对台湾的土地认识的这么多 应该要你自己配音 而且你的声音还蛮标准蛮不错的 那时候我被大家拱得飘飘然的 那我就真的跑去录音室去配了音 结果我发现声音真的是一个表演的艺术 我很清楚地把每个字念出来 然后当我的声音放到画面里面以后 结果完全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声音 看了以后整个影片是不敢动的 那当时各位我不晓得 你们认不认识这位先生 这位是吴念真先生 吴念真导演 他是台湾最有魅力的一个 可以免费搭计程车的人 我们台湾叫Oji-san 就是一个老先生 其实也没有很老 那他在台湾呢 各位如果你们来台湾的话 只要打开电视 从早上到夜晚 电视上面广告 你都可以看到他代言的产品 他从出生的到往生的产品 通通都有 由此可知你们知道 他的声音是 在台湾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一个声音 他有一点点台湾的腔 国语不是那么清晰 不是那么标准 但是可以打到每个人的心态里面 当时呢 我就很想邀请他来为这部电影做配音做旁白 可是你知道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广告的 非常资深的一个导演 而且是一个 就是应该是要花很多广告代言费用的人 那第一时间我们想要去找他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会觉得有点紧张 那当时我们要他来看我们的片子 看完以后 我就问他说 导演 你看这个片子 会不会觉得很枯燥很无聊 结果 他给我的答案是非常正面非常肯定的 他说他每看完一个画面 就很想接着看下一个画面 他对这部片子充满了浓厚的情感 那我就问他说 那你可以为这部电影配音吗 他一口地答应他说 你找我配音就对了 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高兴 他愿意为这部电影配音 可是他一答应的时候 我心里面马上就紧张了起来 不知道要花多少钱 来邀请他 那时候我们的制片 那个琼瑶 他马上就顺势地就问导演说 那个导演 那您配音需要钱吗 你知道我们跟吴导演之前 也没有任何的渊源 纯粹是看了这部片子之后 他就跟我讲说 他配音只有两种价钱 一种是很贵 一种是不要钱 一种是不要钱 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同仁人 马上为他鼓掌 因为不要钱 所以在我拍摄看见台湾的这个过程中 一开始有侯小雪文导演的支持 到后来吴念真导演的参与 让这部片子可以进到最后一个阶段 可是你们知道 进到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 这不是一部空拍的电影 他没有男女 我刚刚说没有男女主角 没有演员 那音乐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情绪 当时呢 我们邀请了新加坡籍的何国杰 何老师 来为这部电影做配乐 你们来看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第一次去那么远露营 我很怕坐飞机 因为它是一个European Orchestra 就比较classical一点 那我写这个电影 就比较有点多一点classical的写作 所以我觉得它真的非常合选 它全部都是空拍 所以就觉得感觉很好 就拍得很美 因为我很喜欢那种比较大的场景 我看到画面我会想要怎么做 所以一看到我就有一些感觉 就有一些melody出来 这些都是自然的 看到我们的影片跟音乐搭配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是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到动了我们 那真的是可以打到我们的心里面 尤其我会听到像 林庆台牧师的吟唱的歌声 然后跟来来的歌声 你会觉得原住民的声音 真的就是像天来一般的美好 要讲台湾吗 要讲台湾吗 第一我就想要用原住民的乐器 我第一个就要想要用它 它有那种原住民那种比较man 这种声音 林牧师来到录音室的时候 我给他看了好多好多 我们电影里面的片段 那我给他说明 这一段要讲述的故事 表达的意境是什么 由他来自由发挥 结果没想到林庆台牧师 看到影片以后 跟Ricky一样同样的感动 看到大霸间在那时候 他的那个灵感就来了 就很豪迈的 很深情的 很沧桑的 然后很自然的 就把他的母女的歌声唱得出来 express himself 就自由发挥 他也surprise我们 他支持他 他唱他支持的 我也不知道他唱什么 他是很好听 如果你听到是一个纪录片 我觉得不是一个纪录片 明清就是一个documentary 我觉得这个是有 有story的一个故事 一个片子 音乐也 我自觉地做得很好 所以你们听到看到的 应该会很 enjoy and join the game and join the game 因此当这部电影完成的时候 我就很希望能够 透过一种公益的放映的方式 让大家来看见这部电影 但是你知道 就是当时因为我们在 筹募资金的过程中 整个公司的财务部分 事实上已经非常非常艰苦了 我们电影上映的时候 我们已经没有能力 去办一个首映会 那时候在台湾 刚好有一个 筹募资金的一个平台 如果你愿意支持这个计划的话 然后大家就来帮助我们 结果我们在台湾 我们用了21天 筹到了250万的台币 3000个网友捐钱 让我们在台北的中正纪念堂 办了一场3000个人 一起看的一个户外首映的电影 因为这部电影 造成非常大的轰动 那各位知道 纪录片在台湾 不是一个这么热门的类型 大家喜欢看的是剧情片 看喜剧片 所以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得到了金马奖 得到金马奖 然后得到金马奖之后呢 整个气势就大开来 这部电影到最后 你们知道吗 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面 在台湾 有超过1000场的包场 就是大家 不管是学校 不管是机关行号 大家一起来看这部片子 然后呢 我在两个月的时间 跑了300场的电影院的 应后的QA 跟大家来做讨论 来解释这部电影 来想传达这部电影的一些讯息 那包括在我们两个月 上映两个月以后 这部电影的纪录片的票房 突破了台币两亿 两亿其实代表一个什么数字 代表有100万人次 看过这部电影 看见台湾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成就 所以当时台北101大楼 在全世界最大的 最高的电子看板上面 帮我们打看见台湾四个字 那今天讲到这个地方 谢谢 我相信大家应该 很期待看见台湾 对不对 今天让大家看两分钟 谢谢 这是我们的岛屿,我们的家 我想从来没有一个人 可以用像鸟一样 像一片云一样的高度 去认真地观察台湾 去认真地观察台湾 这样的一个角度跟高度 你才可以真正去理解台湾 理解它的美丽跟哀愁 看见台湾 齐柏林就是用那样的高度 带我们去看台湾 去理解台湾 甚至去爱台湾 10月1号欢迎大家到西岸来看看见台湾 看见台湾的美丽跟爱丑 我们希望在今年也有机会 让看见台湾在大陆上映 跟大家建立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